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望向》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集我们说一下 之前这个在澳洲的黄友很厉害工党 因为他要与中国修补关系 但修补也没用 现在应该说修补很有用 你们反对是没用 说清楚一点 你们反对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澳洲对华贸易是升到历史的新高 还有一件事要澄清 原来许智峰是有去示威的 因为他很迟先放这条片上 因为我们那天做节目是即场做的 是即录即场的 所以那时候他就没有放这条片了 不过有一件事 我要谴责他 在香港你不是冲击防线吗 他很听警察说的 带马sir 乖乖乖地在外面狗叫就算了 为什么不准备冲击 澳洲警察你怎么这么害怕呢 现在中国2020年 其实对澳洲实施了关税措施 现在逐步取消了 中国总的李强也是在澳洲访问 去了很多地方 包括是采矿业的种地 还有是采矿业的种地 阿德雷德就是采矿业的 采矿业也是去西澳的 澳洲对华贸易去年创纪录水准 虽然地区安全形势都是紧张的 其实这些紧张是西方搞出来的 西媒和政客搞出来的 但是两个国家 已经从新冠疫情引发的破坏性争端回乱 你记住破坏性争端真的用得好 根据澳洲的官方媒体数据 2023年对华贸易额达到2190亿澳币 是历史最高水平 高过疫情之前的 是多少钱呢 就是2680亿 刚才2190亿就是上年的 疫情前就是1680亿 现在是最高水平 不要 两千多亿不要 大声地说 哇 都挺困难的 两千多亿不要 有些人说那些骚髒骂费钱不责 哇 两千多亿澳币的骚髒骂费钱 有些在澳洲的黄友很憎恨 工党其实我也说过 不知他们的殖民地教育是如何教坏他们的 工党中间骗座他们觉得是坏人 因为被保守党教坏了他们 当然了 现在呢 这个数据回来 双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其实在之前可以清晰可见 中国总理李强也开启了对澳洲四天的访问 包括到访是采矿和让走的地区 突显了澳洲商品对中国 经济 其他方面 大家是互补的 即使之前 这个AUKUS 亦都是 所谓加强了澳洲和美国的关系 但经贸方面依然 中澳关系相当深 这次行程亦都是 当时去的是李克强 那位强哥已经离开人世了 突然间离开了 前总理李克强就是17年访问澳洲以来首次 有中国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访问澳洲 之前双方也举行了高层的会谈 包括澳洲总理Albanese和外长 王英然访问 两个政府现在寻求 在这个 相当利润丰厚的贸易关系当中 当然澳洲也赚得多 收补关系 贸易额的复苏尤其受益于 我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铁矿石 铁矿石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 价格上升 以及服务领域的反弹 其实服务领域是铁矿石 讲白了就是中国买得多 最多了 不用说 不是之一 是最多 全澳洲都知道 因为之前中国经济也有反弹 后来两国关系就恶化了 旅游就未反弹了 对于昆斯兰州来说 慢慢 希望可以 慢慢 廖家也取消了签证 免签 这个真是多谢总统 慢慢会再上升 雪梨大学的中国商业及管理教授 韩智科 他是西人来的 叫Hans Hendricks 虽然有很多噪音 有些时候也有分歧 但是经济关系非常强劲 而且在增长 2020 北京方面 其实也是对 煤炭 大麦 还有 葡萄酒等等 价值200亿 的澳洲商品 是有限制措施的 当然 他们的西人说 扣押了澳洲公文 究竟他是不是做坏事 对不对 好像成雷 他跟天空电视台说 在澳洲这个国家 原来这些东西就不属于 国家机密 但在中国的System Different System 是他自己说的这句话 现在他也加入了天空电视台 以前也令到中澳关系 跌到几十年来的新低 现在的一个国家叫加拿大 其实就是重吐澳洲的福祉 加拿大最大的伙伴 就不是 中国 而是美国 所以他就有少少 实力 去跟中国对着干 我昨天跟同学说 他很恨小杜鲁多 他不是跟 皇上说他左教 我这位同学在重庆 以前也讨读书后来移民加拿大 他说法文 懂法文 应该这么说 他说这个杜鲁多狗腿子 上饮这么久 跟中国关系没好过 真的说得对 当然有些人喜欢狗腿子 这个称号 但是 在他看来 事实上 是否中加关系差 当然 当然 看回我们 两样东西 铁礦石和你 你就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 对北京方面的科技战略至关重要 也持续流入 中国 维持了澳洲的经济引证 那龙虾 现在应该 很快就取消了 限制 但是 现在 未正式宣布 我当然希望澳洲龙虾 可以回到中国的餐桌上 非常期望 我们的 商务部长也说 4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关税被取消的第二个月的价值 你记住 4月份取消 一裏 已经到现在有多久 已经有86000万澳币的葡萄酒 买到中国了 之前多少钱 200万 多几百万 惊惊 惊惊 惊惊惊惊惊惊 之前印度代替 还 美国 英国 這些地方消往多一點 真是有的 事實際事實際 買多了 都補不回數 當然台灣地區什麼民主紅酒就是得膽少 兩箱 後來好像說是20箱 我當你200箱 你賣不買到8600萬澳幣 有什麼可能啊 老闆 民主紅酒是厲害的 結果都是得膽少 在關稅措施實施之前 之前只有幾百萬澳幣 以前是12億 變成幾百萬澳幣 但是一開了 由4月到現在已經有8600萬澳幣 你聽到這個變化多大 你說沒用? 我是不相信的 當然在前往澳洲之前 李強也去了紐西蘭三天 開放了簽證 並且為中國加入 CPTPP 爭取支援 你知道 阿德雷德 許子豐有示威那裏 我再說一次他是有的 不過 很溫和在這裡狗叫 不少而已 另外就是 帕斯 亦是他停留的兩站 阿德雷德 就是很多走傷的地方 還有龍蝦 其實龍蝦 在澳洲 塔斯瑪利的大洪龍 在大陸的鑑賣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對於我們來說 當然是 見慣不慣 大馬上見過我的兒子 有隻龍蝦在這裡玩的 經常都是這樣 再看 採礦當然是帕斯 李強 和我們總理Albinis 亦都去了 PHP 和Riatinto 必和必托 和力托 和 Fortusco 以及 在澳洲經營的中國抗企 有一個圓卓會議 另外 重頭戲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 就是 單方面 中國單方面開放對澳洲的簽證 真是感謝祖國 對嗎 對我們終於開放 當然 加拿大和美國什麼時候開 我不知道 英國應該也 有點困難 但是 其實對於我們五眼聯盟當中 我們 澳紐始終在印太地區 其實澳洲和新西蘭 都是和中國關係不是很差的 而且 亦都有一定的合作 是不是 李強亦都說 希望澳方為中國企業提供 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為雙方人員提供更多便利 中方願意和澳方在地區和國際層面上 加強 協調和合作 維護本地區和平出發 反對陣營對抗的新冷戰 堅持開放和包容 亦都很感謝 中國 我們祖國 說到這裏都眼濕濕 因為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那這個 這個Alberto說的都是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這個皇友就很生氣 難道不是嗎 美國也這麼說 不支持台獨 這個美國也這麼說 願意和中方保持對話溝通 難道是大動手 這句話拜登也這麼說 當然亦都希望中美關係改善 中澳關係改善 不是中美關係改善 不好意思 但是 澳洲就好過美國 因為美國 那頭說和你改善關係 那頭就拿起這個制裁的大棒 是不是 這個中澳總理年度會晤 聯合成的聲明亦都提到 雙方重新 在聯合公佈當中 各個國家的政策和立場 包括 澳方 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 這件事其實澳洲就算是走得比較硬 不像 當然澳洲也有傳人去賴清德的就職典 但是 沒有那麼醜醜醜醜醜 當然是簽署文件的現場 想不到 城內有出現 作為記者訪問 我? 是的 他們就說 有使館人員就阻擋 城內事後也說 中方人員 將他 是刻意擋在外 但是 我覺得 因為 始終你的焦點人物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覺得 這是一個焦點人物 如果把焦點轉移了 是否一件好事 李強這次訪問就有重點放在經濟 節目出現時他就結束了行程 當然 剛才我們說單方面的開放簽證 會有北上朝鷹 因為我們是南方國家 我們是南面的 澳洲 其實這句名字 就是來自拉丁語的南方 之地的意思 差不多了 我們是南方 我們上去中國就是北上 是不是 在北方 在他們的北方 其實很多華人 包括小弟 都是莫權策掌 準備 計劃一下 中國的行程 你說會北上朝 我相信 起碼華人是會的 澳籍華人會的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